正能量歌手周深算是歌手界少有的喜剧人了 拥有一副好嗓音的他同样也有着一个有趣的灵魂 无论是综艺还是舞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深受网友们的喜爱 其实周深原来是一个十分内向的男孩 在好声音节目与那英老师接触后 逐渐被他的性格所感染 逐渐变得开朗 周深现在的性格已经不能用开朗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一个妥妥的患有射牛症的男孩 周深社交牛牛症发作时的名场面简直太多了 跑男来了的节目中 周深在旋转舞台的游戏中掉裤子片段 真是周深任何其他射牛画面超越不了的射牛现场 在其他队员换好衣服上台后 周深紧随其后 登上台的一瞬间发现自己哭恋没拉 尴尬又好笑 在队友唱歌的时候 周深在尽自己全力支撑裤子 姿态也太搞怪了 但是没有什么比唱歌更重要 周深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全身心投入唱歌的同时 还要抓紧缝隙时间 提自己那条超大号背带裤 进行形象管理 歌声好听 画面又出奇的好笑 让观众一时间不知道是听歌 还是欣赏大型周深与裤子的故事 长城来了节目中的一个杀坑比拼游戏环节 周深与另一位嘉宾的下半身被埋在地里 倒不下去又出不来的两个人 互相晃悠简直能把人笑死 周深像极了唐朝不倒翁 接着就是沉醉在决策里玩的不亦乐乎 妥妥的大型身紧兵现场 周深在快乐大本营节目中被逼跳唱社会摇 场面十分震撼 说了游戏的周深二话不说接受惩罚 在舞台中央开始了社会摇表演 真是第一次见周深这么兴高采烈的扭屁股 自己还十分乐在其中 周深看到一位抒情歌手唱跳社会摇都惊呆了 全场欢呼声不断 大家的笑声也是豪爽无比 看周深沉醉其中的样子可爱又好笑 从此Vocal变Dancer 射牛的天花板 在第二季令人心动的offer 周深与范晨晨上演小学生式 社交行为大赏的画面 真的好好笑 当老师说到平行社交 要重于向上社交的时候 周深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 之后就与范晨晨上演了一场平行社交 周深捡起地上的笔还不忘自证腔圆 态度诚恳地夸对方 在那一瞬间真的好像个戏精 整个世界只有这两个人在认真社交 已经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完全不顾节目进程 要被笑死 不知道大家对周深学土拨鼠的画面 有没有印象 在新手家道节目中 周深实力演绎内蒙古版的大鱼 周深用自己独特的内蒙式唱腔 自顾自地唱着大鱼 十分陶醉 经过周深的嗓音还真有那味儿了 但是总感觉很好笑 本来以为这就结束了 没想到周深竟然想起呼叫土拨鼠 之后不断对远处发出土拨鼠叫声 呼叫土拨鼠 是不是迷惑行为先不说 这也太射牛了家人们 这波操作太周深 周深方言版本草纲目必须有姓名 大家应该对这个片段熟悉了 这是周深第一次唱rap 舞台效果惊人 周深手拿麦克风 穿梭在舞伴之间 音乐响起周深一阵方言输出 中间唱完还能不忘问在场的嘉宾帅不帅 再看看他自信且凌乱的舞步 真是越看越好笑 没点射牛阵还真干不出来这事 最近在令人心动的offer3首路透中 周深作为老offer人现身录制 在电梯门口乖乖站直 静静等电梯的样子 仿佛有那个社交自觉症 所以说周深不仅有点射恐 有点射牛 还有社交自觉症 不过周深确实是个懂礼貌 心思细腻 总是为别人考虑 还是个会照顾人的宝藏男孩 射恐和射牛之间只差一个社交自觉 射恐的友游们哪怕不能成为射牛 也能努力拥有周深同款的社交自觉属性哦 期待周深有更多的优秀作品与大家见面 周深一定要快乐地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 如果将来有更多周深参与录制的搞笑综艺上线 那就更好了